如果你想更低成本的玩这一波符文的浪潮 我们就必须得知道 怎么样才可以参与一级市场当中 用小小的成本获得比较大的利润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TalkChain的节目 我是CH 比特币减半之后 比特币的生态有了些热度且过去玩明文的用户 开始新的市场单品 符文Rooms 究竟符文是什么 该怎么参与 有什么样好用的工具网站介绍 简单说一下 什么是符文和之前大热的BLC20有什么区别 简单来说 符文和BLC20一样是一个新的协议 可以让任何人在比特币上面发币 同质化的代币 Fungible Token 其实在符文诞生之前 已经有其他的协议 试图挑战BLC20的地位 比如这个SRC20还有ALC20 但是很显然他们应该都算是失败的 符文呢 他也是在近期出现的新的协议 他批评BLC20会产生大量的比特币垃圾 会导致UTSO扩散的问题 所以他们认为明文 BLC20都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在前两天的时候 比特币的高度区块达到84万的时候 符文正式推出 因为还很早期所以目前很多基础设施 不是说特别完善 如果说大家想跟进符文这个写议的最新动态和消息 推荐大家可以关注符文写议的创始开发者 推特的名字叫做Casey 会分享一些最新的现况 他个人对符文市场也有不小的影响力 可以去看一看他的发言 现在很多人痴迷于符文 号称符文是史无前例的大创新 我个人可能想要泼一点冷水 成如符文创始人他推特置顶的这句话一样 符文和名文都只是娱乐的场外表演 比特币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重头戏 这波符文的浪潮 有可能会像上一波名文一样埋葬不少人 记住可以去尝试 但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重仓all in 风险其实非常的大 稍微健康一点的心态应该是 把这些没有实用价值的符文或者名文 把它简单的当作是名币来玩一玩就好了 除非你特别看好有特殊的理由 否则二级市场当中接盘的下场 可能会是挺凄惨的 如果你想更低成本的玩这一波符文的浪潮 我们就必须得知道 怎么样才可以参与一级市场当中 用小小的成本获得比较大的利润 怎么样可以快进快出 在这一轮可能出现的炒作里头 再强调一次 待会的视频我会给各位介绍 符文市场必须要汇得几个工具网站 但我个人对符文其实并不是特别感冒 也不是特别的看好 仅仅分享自己收集的一些工具和网站 和一些小的技巧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首先 无论你要玩符文还是名文 只要涉及到比特币的生态 你都需要拥有一个比特币的钱包 这里推荐大家可以用OKS的Web3 Wallet 他们的钱包端的产品经理有几百号人 开发速度很快 使用体验也不错 除了比特币钱包之外 他们的钱包端也支持EVM供链 Solana供链等等的 如果你不想要同时管理很多钱包 用起来很麻烦的话 可以用这一款来一战式解决 不同供链的钱包需求 如果真的要玩符文 建议开个新钱包新账号来玩 然后往钱包端充值一些比特币 作为待会参与一级市场的燃气费用 待会我会介绍好几个符文工具 它都收录在OKS Web3 Wallet的工具网站当中 他们专门做了一个合集 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去查看一下这些网站这些工具 我给各位介绍几个我有在熊的网站 介绍这些网站分别的用途 第一个是Jenny Data 官网这里有专门设置了一个符文的栏目 大家可以看得见 它会把最近热门的符文项目给列出来 只要它还没有被完全铸造 我们就可以参与一级市场去打新 稍微解释几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大家可以看这些红色的小字 这代表着在过去一个小时以内 这个符文上还有多少的币的铸币交易还没有被确认 相当于是比较拥挤和热门的符文项目 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min的百分比 如果它达到了百分之百 就意味着全部的代币已经被铸造了 我们就没有资格去铸造 或者说我们在铸造之后的代币它是不算数的 目前符文的索引不是特别准确 这个min的百分比 它可能会有一些误差值存在 所以这个数值我们也仅当参考就行了 可能会有些波动 另外我们点击这个view mode 来看一看更详细的信息 官网分成两类 一类是fair launch 而另外一类是fix supply 什么区别呢 fix supply的符文我们就没有资格去铸造 因为这个代币的发行者 没有开放给其他人铸造 可能有些项目方想要自己拿完所有的代币 然后去控制价格 二级市场搁一个韭菜 或者想要自己去铸造完所有的这些符文 然后根据这些标准空投给某些玩家 所以它要掌握所有符文的控制权 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些fix supply的项目就可以放弃了 我们不能参与它的一级市场 而这个fair launch的项目当中 可能也会存在一些猫腻哈 我们点击进去看一看 这一波的符文和名文不太一样 项目方可以预留一些代币的份额留给自己 这个pre-mine就是预留的代币份额 所以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fair launch公平发售 符文的这个预留功能 可能对一些真正想做事情的项目方会比较友好一些 但如果你是一级市场的用户 你很在意去中心化的概念 记得看清楚这个pre-mine的份额 如果特别高的话 代表大量的代币符文是在项目方手中的 可能讲求迷营币逻辑的市场不会太买单 所以如果你是以名币的逻辑来参与一级市场的话 尽量找pre-mine数值比较低的符文项目来参与 30%以上的预留我觉得就稍微偏多了 另外如果你要参与符文的一级市场 你还要注意这个结束的日期 这里有一个N 有些符文它没有限定日期 就是打完总量就自动停止 有些限定了日期 时间一到就算总量没有打完 逾期铸造的符文也不作数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N截止日期 剩下的一些数据应该都比较容易理解了 例如一张符文它有1000枚代币 这个符文的持有者有3428人 总量的代币是2100万枚左右 我觉得整体上genidata的网站就已经挺不错了 但是它显示热门符文的UI US 我觉得不是特别直观 所以这里再介绍多一个我会来辅助使用的网站 就是这个Runestore 这个网站它会显示在比特币内存词当中 正在打的符文项目有哪几个 颜色越深代表着这个符文项目越多人在打越热门 如果你想要找一些热点的项目去参与 可以直接看这种链上的数据 一样我们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得见这个符文的具体信息 包括它的总量预留数量截止日期等等的 如果他们的截止日期当中写着这两条杠的话 就意味着它没有所谓截止日期打完为止 我以另外一个符文项目来举例 如果它的结束的期限当中写了一串的数字 它不是写日期的哈 大家不用觉得很奇怪 这个结束的期限呢 它是以比特币区块高度来决定的 大家可以来到第三个我要介绍的网站叫做manpool 这个网站我特别喜欢用 之前也做过视频介绍 比特币的基本数据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看得见 例如现在的区块高度是第84万左右 刚刚的符文截止的限制是第100多万个区块高度之后 就不能再去铸造那个名文项目了 所以还是有非常久的时间 如果某个符文它截止日期的区块已经过去了 代表这个符文就不能再参与一级市场的铸造了 你只可以去到二级市场当中接盘 平均一个区块的出块时间大概是9.8分钟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推算一下 manpool的网站也会显示 目前比特币网络拥不拥堵 现在是每个字节230充 算是中等偏下 大概一笔交易 需要支付21美金的燃气费 如果你要铸造符文 记得记得先来到manpool的网站看看 现在的拥挤程度燃气费高不高 如果燃气费很高 除非你很有信心 否则你的成本很贵 可能可以考虑放弃 这个概念和以太坊的燃气费是一个概念 大家应该蛮容易理解的 好我们继续 刚刚介绍了两个 看符文热门项目的网站 一个是journey data 另外一个是runestore 如果你看中了某个符文 接下来我和各位说一下 该怎么样来参与铸造 虽然你也可以在journey data当中 直接点击这个min来去铸造 但是呢 毕竟我对这间网站不是很了解和信任 就不太想在上面去铸造 还有连接我的钱包 所以比较好的方法应该是 来到Orchest的网站上面 我们来铸造符文 严谨一点来说应该叫时刻符文 我们点这个时刻符文 然后呢 在这个币种的栏目当中复制 我们刚刚选中的这个符文的名称 复制之后 来到这里粘贴 这里就选中它了 我们就可以去铸造 我们这里可以选择我们要铸造多少张 就是我们重复多少次 然后这里有一个接收地址 它会默认以你现在连接的 OKSweb Pre-Wallet的地址 把它填写进去 如果你想要铸造了之后 放在其他的钱包也可以这里做更改 一切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确认 它会弹出钱包端这里 让我们点击确认 就是完成这笔交易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钱包 完全没有资金 然后就没有办法演示给各位看了 如果你要去操作的话 你就需要先充值 然后再点击确认就可以了 我们用OKS的平台来时刻符文 有一个好处和一个坏处 好处是免服务费 铸造的话我们不需要给平台抽水 坏处是 目前在OKS上面时刻符文 我们是不能够调整燃气费的 不能和其他人拼手术 不能把燃气费给调高 然后速度更加快 如果各位时刻符文的交易 在比特币公链上面得到确认之后 且你参与的这个符文项目 结束了一级大新之后 大家可以来到OKS上面的符文市场 上架你的符文卖掉 选择你拥有的某个符文项目 然后点击进去 我们点击这个上架 就可以操作选择要卖掉 哪一个符文 然后标价格多少了 也可以在市场上面看得见 目前的地板价格还有交易情况 比如说总交易额 市值还有持有人数等等的 可以以此来判断 这个符文它的基本面 还是那句话 根据上一波明文的情况 除非你有独特的见解或者消息语言 否则参与二级市场的朋友们 大部分是亏损的 所以符文也是一样 我个人不太会参与二级的市场 如果大家要玩 也请注意这一点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简单讲解了符文的重要工具网站 例如可以在哪里 看见热门的符文项目 哪里可以看到比特币网络的情况 哪里可以去时刻符文 哪里可以交易符文 希望这期视频对各位有所帮助 我是CH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